几天来的新闻焦点 胖达人卷进了香精风暴 暂停营业三天 现在呢重新出发 本来有加人工香精的 二十几款的面包 通通下架 现在挂包紧 跟人工这个人工香精的 绝对不会再用 那口感如何 消费者这次的这个 在进店里面 看看会不会捧场了 胖达人重新开幕 店里头却有些面包架子 空空荡荡 原来这些地方 本来放的面包 就是加入人工香精的口味 如今宁愿空着 也不敢再上架 卫生局当初突袭 就是发现这一罐罐的人工香精 戳破了胖达人 强调全天然的保证 原来胖达人七十多款的面包 有二十多款加了人工香精 最主要的就是蓝莓 巧克力等九种口味 因为人工香精出了事 让胖达人关店三天 除了逼风头 其实背后大有文章 以这个人头的名义 在那边成立公司 然后呢 承接了公司 公司的一些 装一些比如说那个 清洁的费用 一些有关这个 这个洗衣的费用 一个月 从这个十几二十万 一直暴增到两百多万 新建团队对前老板 壮鸿鸿鸣超不满 除了他套工公司 更重要的就是 事发后壮鸿鸿鸣 人间蒸发 偏偏在胖达人股东里 他虽然股份比较少 只占了四十% 不过面包怎么做的 关键技术 却在他的手上 徐俊平股份多 却只管怎么展店经营 如今会做面包的人走了 让他们关店三天 赶快找新师傅 新技术 虽然还没有新口味的面包 不过从今触发的胖达人强调 现在的面包绝对没有人工伤筋 想要赶快挽回自己的心域 中文新闻 中文报导